词汇量巨大 我们说不用背单词的偏写和发音 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是有特殊情况的 比如说现在insight和insight这两个词长得特别像 只有s和t的区别 那么首先insight等于cut,insight等于rouse 考试的时候它会给你设一个小陷阱 就会把insight和insight这两个词当中的一个放到题杆当中 选项当中会有cut和rouse这两个词 那么如果你弄混了这两个长得比较像的词 你的选择答案就一定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对于行进字来说 评写还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一词多译 那么一词多译的话很多同学也是知道的 那么一个词有好多个意思 考试的时候不一定考哪一个 我在背单字表的时候需要把很多译词都背下来 但是即使对于这么简单的东西来说 考试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小陷阱 我们看去年10月份出了这样一道题 letter is to novel as note is to 好底下五个选项 很多同学看到这套题说 哇根字好简单 诶我看到有mail上面有letter 好我就把mail选上去了 还有同学看到这里有个memo 上面有一个note是同一词我把它选上去了 好的那么这时候就都选错了 这套题考的是什么呢 letter它取的是字母的意思 它会组成novel 那么接下来note表示音符 它可以组成a symphony e选项 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熟词辟译或者说一词多译的话 它在考试的时候可能无处不在 你一不小心就会弄错 那么今天老师带大家看了两项 关于背单词时候 你要注意的小点 第一个行进字的拼写 第二点熟词辟译 你有记住了吗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